看一下国服S1佣兵啊 有观众说这是无星啊 那无星的佣兵必须得看一看 对吧 作为国服第一佣兵 对吧 我们得好好学习一下 对吧 我想早点脱离国服第一英兵的一个这个名号啊 这边的话 堂哥 勇哥 这等于说 遇到的是一个四职业 雕刻家打这个阵容 我们来想想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 雕刻家他得抓先知 好像舒服一点 抓这个教授 抓病患都不香啊 这病患 压脚步 没想到 但是这边是一个双台 有加速 一个勾 这边的话能进交互吗 雕像封一手 砸头 可以 吃了一夹还行吧 刚才哪道没打中 这个雕刻家是一个快踩 他有狩猎本能 底牌挽留 加快踩 再继续封 这边交互点 直接选择勾出去 因为他翻出去的话 有可能吃一夹 吃一夹后续闪现好了 就一刀带你走了 这边再推 没能推到 还行吧 因为毕竟还有先知的你啊 这边我觉得这个 顶壳翻 闪现落地刀 怎么说呢 这边 堂哥的这个选择是什么呢 他刚才想的是 应该是翻出去以后 再勾回来的 这边的话 雕像夹 没能夹到 再一个翻版加速 现在还有先知的一只鸟 还能牵制 差不多接近三台了 这个鸟给上的话 应该是三台了 快来我需要帮助 这边鸟给上 好的 雕刻家的一个击倒偏慢 不过还好 这刀正如没有什么打架能力 所以说雕刻家 如果能在防守端 打出更多伤害的话呢 还有翻盘的余地 这把堂哥 这里交出最后一勾 他也知道自己这边的话 大空地没有什么太多的牵制能力 直接不如正勾交了 拉开身位 再补夹 好的 求着保平真胜 确实求着保平真胜 只是这个保平真胜的面 现在在我看来 不高 就是这边雕刻家如果选择死守 因为他第二波是一个二阶 看这波 先看这波救人吧 我们镜头给到佣兵啊 毕竟是来学习 SE佣兵的一个救人的 怎么救雕刻家的人 待会儿看清楚对吧 怎么骗雕像 第一波过来 怎么躲 好 过去 拉开 过去 拉开 雕像 全躲 再躲 一夹 以一夹为代价 这边救下了人 怎么这么流畅啊 过去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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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 学会了没有 兄弟们 我是没学会 但是我帮大家总结了一个口诀 过去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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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 或者说过去拉开 过去拉开 过去拉开 是这么回事吧 游民这边的机子 我觉得就是随便修一修的 游民不需要他修这台机子 他再来救一波人 先知的机子是能修完的 但是教授这边的机子 其实差的还有点多 雕刻家线的话 手里面的雕像 四个 夹一下刀二级 这波救人其实有一定风险 过去拉开 过去 扯 这边的话 病患是下来 直接吃了一夹 再补夹倒地 傭兵这边抢摸头吗 先知也过来 哎 你们你们在干嘛 这两兄弟在干嘛 这两兄弟在犯罪啊 对吧 挂上傭兵 这不翻盘 先知你想吸你啊 那你吸嘛 好的 哇塞 漂亮 这可是绑一绑二的人魂啊 这两兄弟联手犯罪 说实话打的有点过头啊 因为他们机子不够啊 教授这边卡着 投坟场 这边找 看到人了 这边有耳鸣 手里面有闪现 雕像合体 找 好的 找到这边勇哥 这边还在看 看先知有没有回头 这边不确定 不确定 不着急 反正你这边 两个人都没有贴门的 再投个坟场 过来 找到了 好的 找到了以后呢 这边就锁定 这边勇哥 勇哥 压力有点大 这勇哥要跳地 就要走门 距离都挺远的 而且还得等勇兵 勇兵飞 雕刻家这边 说实话 我觉得 他有底牌的话 投坟场 发现 哎呀 没人了 好戏啊 这波打得非常非常地小心啊 我回头 我在手 三个人同时向这个游民跑过去 投一波坟场 快来 我需要帮助啊 怎么帮啊 帮不聊啊 雕像 推 追加 赌 打 打 来 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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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个圈圈 哎 跟阿策是好朋友 勇哥说 你都圈起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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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分场 这边一补来劲都给到教授 教授这边挺无奈的 这怎么办呢 再补手里没有闪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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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像 慢慢讲啊 推 慢慢耗 跟过来片壳 闪现 交吗 不交 不交 这里 教授 吃雕像倒地 这雕刻家属于是 后发制人啊 他后续的一个雕像 是真的很准啊 满血先知一轮 我都不知道几个雕像 直接人没了 哎 还要贴贴 你看 哎 贴这么紧 你是有多喜欢阿策啊 打得好 打得好 球人士这边的话 就是那波 他们有一点点 想要去驳一个四人开门战 所以先知和优兵都过来了 想摸头什么的 但是没来得及 导致了后续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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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